值得关注 ok 好了回来看看别的盘 ok send mana 没问题 你看这些全部都爆增了 爆到不夸张了 sand我觉得会调整跟gala一样 要接 send的话 我觉得至少等这个4块2 4块3左右 4块3以下吧 再考虑 ok 然后 mana mana 也是差不多一样 mana 需要时间 这一波可能走一个鲨鱼 XABCD 886在差不多这里 mana 不回到3块8以下 不要考虑 我觉得还是会崩 还是会跌的 然后任何的反弹到阻力 我告诉你一个技巧就是 他如果他反弹到一些阻力 你看到那个量有一些增长 或暴增是最好的 像gala 今天是很经典的 暴增上来突破不了 然后暴增量上去 你去突破了 你就可以开始空他的 我们回去看看了 这个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现象 今天很多人 我可不可以抄底 gala 你看gala 画一个趋势线吗 这一波砸上去的时候 暴增量看到吗 暴增量无法突破 那你在这里考虑去空他吧 你也可以等待 你希望他回到一个阻力 在给你空也可以 但这一波就没有回来了 你要的话 你可以直接空 现在开始赚钱了 gala 昨晚被制裁了吗 dydx dydx 跑上来的 今天我有几个同学 昨天多的 今天指引出场了 刚才去到161814块8的时候 我就跟他们说 14块8左右 考虑部分指引的 因为大盘跌的话 这个不一定可以拉完整个鲨鱼 他就拉到一个1618就跌了 你看吧 我画的是一个区 为什么 我画的是一个1618反射 再加一个886的这个level 我画的是一个区 我说这整个区应该都是抛货区吧 可能14块8这里 你抛一点 等下如果他在上来的话 也不要太过的 high 应该15块3是顶了 就在这个区域的话 你可以考虑出货了 然后出货完 你要转看空 也是可以考虑的 k dydx 这个区应该是出货 取来的 不要在这边去追多 k 大盘不涨 这些币应该也是很难大拉的 给他们就布局 给他们累积多点筹码吧 k mina unimana 哇好多名字 mina 给mina昨天我有抄底的 然后他涨出去跌回来支撑 我看到比特币这些全部破支撑 我就先跑了 我我亏了三分钱 这个 我四五八进了 四五出了 但幸好我出了 现在你看跌破支撑了 k 然后这些 web3.0的币 mina 这个mina 这个就是支撑 这个就是支撑线了 这个level如果hold不住的话 那个调整会很深的 所以 这个level希望能够hold得住 ok 这个level刚好也是会完成一个 abcd 就在这个level附近 abcd回到4.06 给他4块 就在这个区域附近 k 我希望看到的是 他跌下来 然后 砸下来 来一个假突破回来 假突破之前的底 那就漂亮了 k 暂时不要去接他 然后等他假突破4块钱碰到 反弹回来 我觉得可以考虑 k 这个是mina 对 啊 优你跟那个ftm 因为优你今天拉了一拉 好像很多交易所清退 然后这个优你就拉了 但也不要太high吧 我觉得 现在应该是挺热的 应该接近顶的 这个level应该是蛮多 在底部抄这个优你的人 应该会透显 这一波上去走了一个113蝙蝠 就差那么一点点 等下下几个小时再涨一涨 去到22块8左右 这个level应该是出货去来的 这边有一个113个2618的结合一个鲨鱼 所以考虑一下这个level吧 或者这个level 目前这个价格我觉得很不错的 如果你有在底部多的单 你刚才这个好消息你有抓到这一波的话 考虑部分止盈 我觉得从这边上去的那个几率 不会说很高的 k 再上去的空间也不是很大的 我还是看好比特币以太坊 先调整一个鲨鱼回来支撑 k 个人看法 你们自己做决定 不管赚还是亏 我们还是朋友好不好 k ftm 苏许 哇 你在我们你们这样问下去的话 我应该没有时间讲到完 他也太多了 我会讲出租币讲到6点45分 然后我们再改换去外汇黄金这些 因为有些朋友是来听我讲股票 黄金外汇的 等等的 ok 所以这个ftm 冯提莫 他 这一波涨了一涨 然后跌回来支撑了 嗯 我画两条线 这条是可以考虑接多的线 上面是可以考虑接空的线 因为上面这里有鲨鱼可以考虑空 下面这里没有东西 只是穿纯粹一条趋势线 到了这里可能是找到支撑 你可能会反弹 这个是风提莫 你们喜不喜欢风提莫 ok LTCTRX ok 第一次来听我的直播的朋友 我在这边声明一下 我不是你的金融固 我只是一个主播 然后我自己也爱教育 喜欢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看法 然后 你们的每一个教育自己负责任 然后不管应该是亏 我希望我们还永远是朋友 好不好 哎 哎 LTC这一波拉了一拉又被砸下去了 然后 我觉得Litecoin这一波应该会走一个鲨鱼的 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再拉一拉也是出货的一个时机来的 哎LTC这里XAB这里是C224 这里有一个鲨鱼 我希望他再拉一拉 来到这里的话 可以考虑去空他 OK EOS也是长得很像这样的 EOS跟LTC老板好像是同一个老板的感觉 看一下EOS 哎一模一样的 我我我我就是画了这个了 他现在砸下来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底了 然后如果他再拉回去的话 4块2左右这里有鲨鱼 我们可以考虑在这个level附近去空他 OK OK 啊 com 这个com com我没有看到什么形态 我只看到这里是一个阻力 试着突破直接被打打回运行 然后 这里是不是走了一个ABCD OK 这里走了一个ABCD回到一个阻力区 在293 然后300无法突破砸回来了 所以 这里有一个阻力 要空的话 你等他丢回一些阻力 我们再考虑空吧 记得我们永远是在高的价格空 低的价格最多 然后做多 然后不追 不会在他上涨的时候去追高 也不会在下跌的时候去追空 这个是核心的一些精髓 然后陪伴着我好多年 我觉得是挺有用的 然后至少会防止我天天在那边缝抹 还有啊 我觉得散户新朋友最容易翻得出是整天在看盘 一般我一天看盘 就早上那一两个小时 然后中午就做一点别的事吧 然后下午偶尔看一看 你一直盯的话 你越盯你会想越多 想太多的话 你可以去离酒针那时候想太多 就是想太多 你看太多 你会一直在那边 Roti Prata 就想多又想空 又想多又想空 你会过度频繁的去交易 所以一个Tips 就是你进场之前 你就把你的止损 止盈 跟你整个操作思维写在一本小本子上 然后如果现在你的情绪控制 还没有很好的话 我建议你用你一般的仓量的百分之三十四十来下单 来学习控制你的情绪 学习控制怎么去持仓 挺有用的 好像一般如果你下一单的合约是一万块 简单算 你不要下一万 你就下一个三千块 三千块的波动 你的情绪没有那么的夸张 你先自己去了解一下 你到底能够承受多少的波动 OK 当然每个人都是想一夜报复制服的 但大部分的人是无法承受这些 波动 所以我觉得基本功性练好 先把你的仓位调小 学习持仓 然后真的达到你的止损了 你也不会觉得你少了一条命 最多少了0.5条命 100条少5条命 你还有95条命 情绪控制的很好的 你不会说他涨3% 你就想要 你就想要止盈 或者他跌1% 你就觉得受不了了 我要出场 先把情绪控制好 把你的教育策略斜的 用笔写出来 到底要怎么去执行你每一个单子 这些小小的tips 我觉得对于新手 至于我现在 我是觉得挺有效 我每天做这些视频 我就会选一些我觉得好的 我就会写一些笔记 哎 这个来了 我会是很多警报在我的这些图上的 警报到达了 叮叮起来了 我就看啊 好了 现在到了我要的形态了 现在要不要进场 OK 第一要还是不要 第二仓位多少 第三止损止盈怎么设 全部计算好了才下单 而不是他一边进一边跑 你一边在算你要下多少单 一边在考虑你要什么时候止损 或者他跌的时候 你在亏欠的时候 你就把你的止损删掉啊 然后在那边求佛 拜拜 希望他快点反弹 这些都是散户长方的错 然后只是分享一些 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方案 让你先开始先掌控你的情绪 我觉得是很不错的方案 值得考虑 OK 好了 com我没有什么话说 如果有反弹回来 你要控的话 290左右 如果你要接多的话 这个com 很烂的这个币 我都不懂哪里是低了 日线的支撑都被打破了 之前我们有看这个日线支撑了 然后都被打破了 可以要马下几天快点反弹 不反弹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他会去哪里 这个垃圾币 暂时没有看法 对这个com OK OK 老师给个地址 给地址干嘛 spell 死币 foul OK spell spell是什么来的 新的 ftx有啊 嗯 这个给你下了降头了 spell 新的币 只能说没有什么数据 我很难分析 这个跟那个people很像吧 早上就被砸下来了 这种币 除非你们真的有内幕消息 或者你们有朋友 在这些项目里面有 在里面上班 懂一点东西的 一般这些币来到这些 比较大的教育所很多时候 进来不久都会被套现的 像这个spell DYDX YGG 刚出来不久也是被套现的 所以这些币我觉得他们 真的可以赚钱的是 你们懂这些币 他们还没有上主流的交易所 还在那些比较二线的交易所的时候 但有机会上一线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去玩这些币 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好 YFI直接上去Coinbase的时候 一上了第二天也是 砸到不行 你们还记得YFI吗 那个时候很多人好像五六千买的 被套到不要不要的 这一天 砸上去 八千有很多的七六六七千在那边买 老师他问我 老师这个币可不可以去一万 那是什么鬼 就这一天去了Coinbase 谁的卖可以币下吗 这种一上交易所利好新闻 很多说都是给他们出货的一个好时机 这里也是 我也不懂发生什么事 一般都是上了交易所就会有这种情况 砸下来 不懂这个有什么好新闻 又被砸下来 OK 所以这些新的币我一般不动 然后你们有些人 你们动了你们赚到钱 恭喜你们 但很多币的这些大行情 像什么San 爱丽丝 都是需要差不多六个月 九个月到一年的时间 沉淀一下 有一些数据 庄家累积过筹码的才来一个大拉盘 刚开始他们一上这些交易所 他们的筹码可能没有那么多 所以他们会拉一拉 然后套一些线 砸下来慢慢累积筹码在便宜的价格 累积了越久 他们拉的会越猛 像死币 累积了差不多九个月 然后这个spell 现在只是刚开始拉 现在砸回来 可能会在这个低的价格 持续一段时间的 所以我不知道你买到什么价格 我只觉得这个币要拉的话 需要时间 反而你选一些 已经横盘很久 还没有拉的 我觉得比较有机会 这个我想到XRP 这个我自己有的币 所以我每次都会讲 这个真的横盘有点久了 然后我做好心理准备了 他最多去到0.8 我买在1.05的这个 我就看到横盘很久了 然后我就在这个level附近进了一点货 1.5在这里 有没有在下我的价格 然后也是看太多别的主播说的 今天这些美国的YouTube上的主播 每天都告诉我XRP10块10块10块 11月买11月份的时候可以止盈出场 我就放一个我放了一个4万块进去 然后我就不去看他了 10倍吗4万便是4万不错吗 就放着现在倒亏10% 几千块了还行 还有没有希望还是有希望的 这个XRP很多故事了 就说SEC针对他们 然后没有制裁别的币 就是制裁他们 然后很多些主播说这个XRP的 那个处理功能很快 但我有些师兄在群里告诉我 这个是非常中心化的一个币 也不是去中心化 所以这种币的那个未来的那个 potential 潜力可能没有那么的夸张 哎呀很多新闻我真的听不懂 就赌一把吧 厉害赌成功你就是神 赌的失败你就是鬼 随便你随便怎么说 反正以这种心态会比较好吧 然后搏一搏偶尔放一些钱 反正平时生活也用不到这么多钱 放一放有一天真的发达呢 真的好像死币你放在那里不去不想 然后突然你醒来哇 我的1万变10万了好爽 然后我放4万的话变40万了 币界就是这种可能性 股票你要找这种multi bag 5倍10倍的真的难 我觉得你赌数字货币 现在市场上到底有多少币的 我真的不知道 但我们找到一个会涨10倍的币 比我们找一个找一个会涨10倍的 那个外汇对呀或者股票来的容易 多了你们同不同意 股票也很难找中10倍的真的比较少 发生吧 所以这个xrp也是沉淀了很久 这个横盘我把它从年头12月到现在吧 差不多一年了就在这条这个三角形这边 徘徊着 希望八毛钱这个底针呢可以hold得住 然后从这边就飞啊飞啊 这边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logo给你们看啊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logo 啊这个噔噔啊你们懂吗 火箭火箭啊 谁的键盘呢我听得到声音可以帮忙避卖一下吗 administrator是谁啊 用一下 谢谢谢谢不好意思我会被分心的 所以这个xrp啊就这样讲而已啦 反正就拿着希望有一天我 他暴涨的时候你们来告诉我好消息 放一点吧不要放一个1万块5千块 放着不要去看他 嗯 ok 还有好多呢啊 foul c-e-l-r-dot ok ok 六点半了我先讲老大老二吧 ok 回去看老大老二等下再记得提醒我讲foul ok 老大老二怎么样了 昨天真的以为他真的要爆发了结果又回来 ok 啊经典的就是back to back的鲨鱼就是这边出现了一个鲨鱼 然后砸下来五菱长了一波这边假突破 长跌又长这边又形成一个潜在鲨鱼了 啊下几天我不懂是不是今天是不是明天但 我就说了这些疫情的新闻很好炒作的一天跟你说好一天跟你说不好一天好像女孩子一天跟你说我爱你一天跟你说我不爱你啊跟你很乱 当然不要乱 简单的把它简单化要多等待支撑要空等在阻力中间的什么什么都不要做这个就是你的优势了 如果你想要在底中间高多赚钱的话很难了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不能控制行情但我们可以控制我们的手 要空等在高位当全部人formal的时候你可以在一个比较高的价格去空 然后砸下去的时候当每个人绝望的时候你看到有心态完成 你可以考虑赌一把rsi到达超卖的 你在5万3万5万是这里可以考虑去借多 ok我的猜测啊我做一个比较大胆的猜测我猜远一点 ok 这里砸下来鲨鱼 再走一个50上来这个这个level附近 50完成又被砸下来 然后证明了我的这个auto的图表 不会输给这个lock的图表 我最近心里有一个战争到底很多都一直跟我讲lock好 lock好就是对座主那个图表好 我心里我以前到现在都是用auto的我觉得auto好 因为我每次觉得那个对座的话有时太敏感 很多时候你会找进场 然后我每次耐心的等auto我都会得到回报 所以我不知道这次是不是太早下定论了 因为auto的图啊 auto的图比特币是还没有到达支撑的 还是有希望的 还有明天啊 所以这里涨跌涨跌我还是盼望着 他这边走一个鲨鱼 再走一个50再砸下来 五万一五万的时候恐慌指数二四一下啊 这里 买一些鲜货 去睡觉 六个月后起来赚数钱啊 这种感觉 我做一个长期的菜式是这样了 当然你们这些做对座的图表你们好运 如果你们是玩对座的话 这里已经是底了 ok YouTube上大部分的人都是copycat 他们就抄一抄彼此的 好像大部分的人80%都是用对座主标的 只有我是比较恐龙的 我比较另类一点 我喜欢用auto 你用对座的话已经到底了 这里就是底了 可能再砸下来的话就会突破支撑了 我不知道会不会这种情况 但我是用auto的话 我就等待在下面一点吧 那已经等待不急不急 所以今天我做的两个单子就是 SOL 跟C98在高位做空的 现在目前都有小盈利中 希望好运 我的C98我还没有盈利 因为你们要跟你们直播 我三要四还没有射止盈 希望不要直接反弹 等下直播完 我还有机会去部分止盈 给Solana 我的空单在228斤的 现在赚了1块钱 Solana 这个level不破的话 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 ok 讲一讲老二以太坊 以太坊 以太坊 欢迎你们这些迟到的人来 你看我为了你们 我就特地把比特币以太坊 放在中间再说 因为我不喜欢 为了你们每次重复重复 然后会影响整个观看的整个效果 OK 以太坊 我再猜测这里可能是顶了 4小时这里 RSI 这里是一个超买 然后这整波都没有超买 现在又回到超买了 所以很有可能这里是暂时的一个顶了 然后这一天的时候好像比特币 不懂什么什么基金开始发比特币基金 这种什么发基金 这好新闻 利好新闻 都是他们出货的好借口 所以我猜测这里可能是顶的 如果真的反弹一步来到这里 还是阻力 应该很难突破了 要接多的话 等在下面这里吧 我觉得4000 3800 3900 这里可以考虑 我的这个lock 会不会又是一个底呢 希望是吧 祝我好运 啊 好了 啊 包cr.ygg 发尔发尔块 我有大陆的朋友 讲这个发尔的这个字好好听的 我有几个朋友 他们的发音 英文好可爱的 发尔发尔 好了 不要笑他们了 我的我的中文也不是很好 他们也没有笑我 这个发 我说了 早上这个支撑线不破的话 可能会继续涨 但现在打破了 我觉得任何反弹 回到阻力的话 应该会继续的下跌 所以要小心 我们可能等待在50以下抄底发尔 OK 啊 CEL 这个 还是在反转区 听说很多师兄告诉我这个基本面很厉害的 是web3.0吧 我忘记什么什么牌子的 所以这个币 反转区在这个1020到1050左右这个区域吧 测试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的 第四次啊 这几天应该要跑了 再不跑的话 第五次下来很危险的 记得我讲的这句话 一般这些反转区测试两次到三次正常 第四第五次你要开始谨慎的 因为每次下来有一部分的多单会被吃掉 多单全部被吃掉的话 那空单直接砸下来 没有多单撑着的话 会有来一波很大的一个调整 所以这个CELR我们 拜拜 OK 这几天 现在测试第123第5次了 今天明天这个区域要反转了 不反转的话 一跌破的话 可能那个波段会挺大的 可能我们下一个level要看这个CELR是这里的 小形态毕竟也走了一个618了 现在可能又被砸下来 CELR的下一个反转区在这里的 有点远了 所以要小心可能会走半价 OK 这个是我对于CELR的看法 希望现在这个level可可以hold着一毛钱 一毛钱一破半价 我觉得没问题 OK DOTYGG OK Polkadot很多人挺看好这个币的 我没有看好 因为怎么样说 这个币从7月的底拉上来已经5倍了 以太坊比特币 以太坊可能拉了一倍多两倍 然后那个比特币只拉了一倍了 所以这些拉的倍数比较多的 他们有比较多的泡沫要消化 可能就需要多一点时间 OK 当然有些是另类的 就是独领风骚的 就是好像Solana 40块直接飞到300 也是有这种币 这种币就基本面超级的好 但他们也是有一天会消泡沫的 OK 然后这个DOT 我基本面我对大家不熟 但5倍了需要多点时间消化泡沫吧 真的要接底的话 我觉得需要一点时间 形态的观点来看的话 可能28再考虑 28有一个螃蟹在这里 OK 这整波反弹上来也是到了一个阻力无法突破 看到吗 这个是阻力下来 回测阻力下来 回测阻力无法突破 继续看跌吧 然后要考虑接多的话 等这个level吧 至少等这个level 28块 28你往左看 左侧交易 这里刚好是有一些 价格吧 可能这边是一个阻力变支撑 有一个区域在这里 然后我们有一个工具在这个圈里面是挺好用的 叫这个成交量分布 我们可以看一下到底哪一个level的成交单量多 OK 你也看得到28左右的这个level 成交的量很多 所以这里可能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支撑 所以从这里到28不多了 就7块钱吧 来到这里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支撑 我们可以值得考虑 这个成交量 呃指标挺好用的 免费的 你们可以自己参考一下 网上也是很多资料的 你们自己收吧 太多东西了 我不懂要教你们什么 OK 还有什么 YGG AR 我讲过了 IGGRSR YGG YGG昨天有朋友 他他是在7块多买的币 我就跟他说先看9块 他9块出了一半 然后我跟他说留点尾差去赌一个1618 结果没有上来1118直接砸下去了 但也不错吧 他在9块赚钱 7块到9块 这一波不错了 接下来YGG 我觉得他可能又要走鲨鱼了 因为这一波可能又要下来886 回到支撑线上了 这个应该不是鲨鱼吧 这个纯粹就是一个丢回支撑 所以YGG这个level不要去追多了 要接底的话 在7块钱左右可以考虑 但这个UCB泡沫有点夸张了 真的被削炮的话也不要被吓到 OK RSR是B 因为 因为 因为